一名来自吉林省的危重症孕产妇 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 得到了成功的救治 疫情之下 辽及两地医务人员 快速对接全力救治 让危重症孕产妇赵女士转危为安 这名来自吉林省吉林市 风控小区的孕产妇 已经怀孕22周 经检查考虑双胎 书写综合症可能性大 情况危急 由于吉林省不具备救治能力 建议到中国一大附属圣经医院治疗 4月4号 省卫健委接到吉林省 关于转运救治运产妇的协调函 立即通知中国一大附属圣经医院 开通疫情重点风险人群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安排负押救护车 到高速口迎接 从吉林到沈阳 搭建了一条跨越400余公里的生命通道 4月6号 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 目前患者已顺利出院 居家进行动态观察 5月6号 社会训兰联合 提供业和审福